她是冯小刚的御用配角 亦是葛优的黄金搭档 当红时曾和范维等演员齐名 张国立与她是多年的老朋友 不幸的是天度英才 2005年傅彪因癌症不幸离世后 冯小刚替她还债 张国立夫妇给她的遗孀打款40万 葛优帮她抚养年仅14岁的儿子傅子恩 15年后傅彪的鸡儿如今过得怎么样了呢 提起傅彪的名字 很多年轻人都不熟知 但若是看到她出演的影视作品 就会幡然醒悟原来就是她呀 傅彪虽未演过什么主角 但她在影片中塑造的小人物 总是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演技总是能受到观众的认可 总观傅彪的一生 她在演艺圈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身边有一群称兄道弟的好哥们 身后有一位贤惠的妻子张秋风 在傅彪去世后 她的葬礼在北京八宝山举行 葬礼上来了众多影圈大康 如冯小刚 葛优 张国立 邓杰 韩红等众多明星 都纷纷到场表示哀悼 据传傅彪去世前 妻子为了给她治病欠下200多万债款 为了还债 傅彪的妻子辛苦打工 冯小刚知道此事后 为了减轻去世老友的家庭困难 将傅彪200多万债款都还清了 与此同时 葛优看着老友傅彪留下的孩子 心疼她小小年纪就没了父亲 便任父子恩为干儿子 待她事如己出 并承担了她所有的上学费用 将她抚养长大 而张国立夫妇知道傅彪离世后 家里遗孀和儿子生活困难 则给张秋风打款40万 帮助她挺过难关 不论以上传言是真是假 不可否认的是 傅彪生前的为人是极好的 傅彪作为著名喜剧演员 1963年 傅彪出生于河北一个军人家庭 从小受父母的影响 傅彪养成了一个良好的品性 一次剧组到傅彪所住的大院拍戏 傅彪对此看得津津有倍 小小的演员梦 就此在她的心里埋下了种子 自此傅彪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在高考失利后 傅彪选择报考中华社会大学 艺术系表演专业 因为相貌平平 傅彪总是拿不到什么重要角色 但并不影响傅彪力上进的心 她凭借优异的成绩 在班级里脱颖而出 在大学期间 傅彪首次登上迎评 出演电影 《北国红豆》里的一个配卷 虽说是配卷 但傅彪并没有因此懈怠 她凭着出色的演技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与此同时傅彪又顺利 考入铁路本工团 在这里遇见了她的一生所爱 张秋风 那时张秋风是团里的一位大美女 傅彪见到张秋风后 被她的美丽大方所深深吸引 两人一起表演练习话剧 骆驼翔子 而张秋风也通过慢慢接触 对这个风趣幽默的大男孩 傅彪所吸引 可以说两人是相互爱慕 经过几年的爱情长跑 两人最终在父母的祝福下喜结连领 虽说生活并不是很富裕 但夫妻感情却很深厚 结婚两年后 张秋风便为傅彪生下了一个儿子 取名为傅子恩 傅彪为了妻子和儿子 更加努力工作 不负重磅 傅彪迎来了事业巅峰时期 傅彪因出演冯小刚电影 甲方乙方 凭借精湛的演技 受到观众认可 傅彪因此诀一炮而红 被大众所熟知 但傅彪并不是因此剧 揭示了葛优 早在91年时 两人就曾合作拍摄影片 编辑部的故事 而这次拍摄之后 傅彪 冯小庚和葛优三人的友谊 更加深厚 此后 三人再次合作拍摄电影 没完没了 傅彪在剧中饰演 男二号软大尾 并凭借此角 获得金鸡奖最佳男配角提名 正因为傅彪对角色中 每个人物形象经典刻画 让冯小刚导演 对他的演技 很是夸赞 之后的傅彪 成为冯小刚导演的 御用配角 冯小刚经典电影 《一生叹心》 《天下无贼》 《大碗》等 其中每个影片中 都有傅彪的人影 在傅彪事业蒸蒸日上 一家人的生活 也越来越好时 无情的病魔 还是降临到 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 2004年 傅彪被查出 患上肝癌晚期 这件事 对傅彪的家人来说 简直犹如晴天批地 傅彪的妻子张秋风 在悲痛的同时 积极地让丈夫傅彪 在医院进行治疗 据传 当时张秋风 将房产抵押 并且四处借钱 只想减少丈夫傅彪 不被病痛折磨 然而在第二次手术后 傅彪还是没能战胜病魔 最终离开了人世 在影圈好友们的帮助下 傅彪的家人 也度过了艰难时期 而如今傅彪的气儿 过得怎么样了呢 之前曾传张国立夫妇 给张秋风打款40盘 据说这笔钱 其实用于给张秋风创业 张国立夫妇 还邀请张秋风做某品牌的代理商 张秋风也非常努力 在朋友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 经过一年的时间 就开了30多家分店 还有了自己的影视公司 如今早已身价过亿 生活也完全不需要 别人的帮助和扶持 有人曾劝张秋风再找一位丈夫 但张秋风都婉言拒绝了 也许张秋风的心理 一直忘不了富标吧 而张秋风与富标的儿子 傅子恩 在高中毕业后 原本想要成为一名演员 但在父亲老友冯小刚 和葛优两位叔叔的建议下 选择攻读导演专业 如今学有所成后 在国内发展 在导演圈也算小有名气 曾指导由葛征 张一山 徐岑子等主演的喜剧悬疑电影 《站住别旁》 已经播出后 收到不错的口碑 傅子恩曾开发布会时 葛优还亲自去给他捧场 傅子恩也凭借此片 拿到了最佳新人导演奖 以及中国青年电影展 最佳导演奖 相信若是富标 能看到母子二人 在朋友的帮助下 生活得越来越好 也会非常欣慰吧 作为影迷 忠心地祝愿母子两人 越过越好 也期待傅子恩能制作出更好的影视作品 不知道你们对此是怎么看待的呢 还记得傅彪吗 最喜欢他塑造的哪个角色呢 我们下期待 感谢观看